HELLO 大家好,我是威水天神在咪咪鍋 今天要來跟大家回答問題了 有好多網友問我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從小房子換到大房子的注意事項 時間軸還有金錢之類的 我知道有很多人想要upgrade你們的房子嘛 那從小房子換到大房子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是 因為如果你現在還住在這個小房子的話 你一定要找一個很專業的地產經濟 先跟你討論好大概多久的時間 可以把你的房子賣掉 然後你要換到大房子的地方 你必須要先跟你的貸款專員了解一下 你可不可以先買再賣 我覺得這點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就是說 他如果不能先買再賣 他就必須先賣掉之後先租一個地方 然後才能搬去大房子嘛 所以我覺得這點很重要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找你的lender討論 你能不能有這個能力先買再賣 那先買再賣當然會對你比較有幫助 因為你人不住在裡面的時候 在賣房子的時候也會比較容易 因為你可以accommendate比較多的showing嘛 然後還有就是家裡也可以整理得比較漂亮 然後可能可以放staging等等的 所以這個是時間軸跟你的lender比較有關係 那金錢的部分的話 其實也跟lender這部分還蠻相接近的 就是有不同的selection 可是這部分你要跟你的lender問看看 他們能夠接受到什麼程度 所以我覺得小房換大房 這點是很重要的 那希望今天的資訊有回答到網友的問題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